类似画面上安乐区这处私有市场地下室 脏乱积水甚至养出鱼来的情况 除了由卫生局先行投药防治病霉纹资深外 也将由基隆市环保局依法开罚 并且限期最短时间内清除改善 由于相隔八年基隆再次出现登革了本土病例 而安乐区这处私有市场地下室 却被发现不但脏乱积水还养出鱼来 恐怕将资深病霉纹 市长谢国良非常重视 立刻邀请环保级卫生局长 以及七区区长开会 要求立刻清查全市脏乱积水环境 如果有紧急排除的必要 市政府将会限时进行清运或投药 避免成为登革了传播源头 这样子积水而且脏乱的地方 我自己看来也觉得要立即改善 那由于这个是一个私人屋主 所以过去我们也曾经劝导过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要求环保局在下班前 要用环境脏乱的一个相关法条 要予以开发 并且由于现在是在这个登革热的疫情 相对我们要比较关注跟紧张的一个时刻 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构成了紧急的原因 我有要求环保局在几天内必须要完成一个环境的清理 以免那个具体的地方变成所谓登革热的一个 把资深的一个病人的一个源头 所以这件事情说急其实也是很急 我们要尽快注意 那我刚刚也小马局长也同意在几天内 这个就会完成清理 那刚刚我们张贤政局长也提到了 所以我们也请七区的区长 在这个周末内就要完成跟辖区内每一个里长的一个电话探讯跟讨论 在辖区内如果有脏乱及积水两个情况综合的一个情形下 务必要报到这个区长及我们办公室这边来 我们要立即掌握然后立即排除跟清除这些脏乱的地方 以免变成这个登革热的一个病源 那北部跟基隆市原本就不是登革热的一个传统上的一个疫区 所以我们在应付这些情况的时候 也要特别小心跟谨慎 那个地方其实卫生局已经有进行投药 但是我们重点要 我刚刚讲安乐区这个地下室卫生局已经有予以投药 但是我们重点还是要把那个地方的脏乱 竞速的来把它排除 如果基隆有类似这样子脏乱也有积水的地方 还请市民朋友马上告诉我们 我们会立即的来协助排除 市长也呼吁民众务必记得卫生局宣导 寻稻清刷四个重要步骤 避免有积水容器 滋身并没闻传染登革热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